刚开始我们在山上还觉得10块钱一瓶农夫山卷有点贵 因为一般的景区5块就差不多了 看到他们就是用人力背上来的水 就会觉得10块钱其实也不贵 真的很辛苦 一天就能背两趟 一趟只有6到80块钱 一趟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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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黄龙国家森林公园 是公园吗 可以是 刚才有一个人会说 上面会有缺氧 很严重的反应 或者是高原反应 但是我们现在上来 好像没有什么 这是海拔多少米 没有他们说的那么严重 其实他就是想给你推销 那些高原反应的那些药物 其实真的 如果你身体 昨天在酒寨沟没有问题 我觉得今天在这就没有问题 稍微注意一下 今天在这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导游说你如果去西藏的话 也没有什么 这里空气非常好 阳光也很足 然后很安静 他刚刚说人少 我猜人少 是因为大家都去坐观光车了 然后走路的人就很少 那个人会说 3.2公里 我们可能要走一个小时 然后我们想了想 昨天 就说就是这里面会有很多 就是你坐观光车会感受不到的风景 我们真的是感受到了他们感受不到的地点 我们就在力卷 如果说了一分钟多的话 我感觉我闯的不行了 平道 刚才上来的时候 也会看到有很多人穿着棉袄 就统一的那种军用的那个 租的 对 咱们都是统一租的 实际上根本用不到 在山顶 还会有人穿短裤短袖 然后像我们穿个外套 就会觉得还会出汗 对 就完全没有必要 我觉得穿那个大棉袄 除非你要是赶上下雨 也许有可能需要 但是晴天没有必要 会很热 风景是没有善恶的 但是给你推销的那些人 大家要留心去分辨一下 自己需要不需要 我们有一拨人 他们因为昨天太累了 然后呢 他们先坐 我们昨天也很累啊 观光车上去了 刚刚给我打电话 他们几个头疼都不行了 然后需要慢慢先往山下走 先不等我们 然后说 我们一会上去的时候 一定要缓慢缓慢 然后可能会 也会有头疼的反应 咱们到上去看看吧 这是我得骑吗 开到了 开门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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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